明明 那其實柏良的這個足球精英訓練 來到彰化已經第五年了 那非常非常的開心 其實我們知道這次學員的名單裡面 因為我們跟彰化的合作 其實之前每年都提供那個 國小的朋友來參加之前的一個 精英訓練的前面訓練營 所以聽說現在已經有一些小朋友是那時候國小參加 國小國中參加現在也到高中了 那我覺得這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向下扎根的一個我們希望看到的部分 一個六好不好 OKOK好注意上 第一年看到柏良二三四年都會因為疫情 那今年非常高興又看到他 而且又有一個好消息就是他們的球隊身上很加一了 也是非常勵志的事情 那我們這個足球訓練營從基層到現在 希望就是這樣的投入能帶動所有的那個基層的運動 讓他的那個扎根更扎實 那也希望在一些青年選手的方面 然後我們這些訓練營能出一些青年的國手 那就能代表說這個訓練營的一個效果這樣 我覺得我沒有回來這些小朋友應該會比較開心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看到我有些害怕 也沒有啦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是在訓練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嚴厲一點 但是我希望他們能夠去克服這些壓力 因為有時候整整國際賽的壓力會比這種壓力來的更大 那我相信他們在克服過後 他們回到自己的母隊或者是在其他在在比賽上 我覺得他們會更加的輕鬆 可能在外面有接觸一些一些國外的教練 他們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訓練方式 那我希望這個其實也就是回饋吧 我希望就是能有今天其實是是受過很多人的幫助 那我們剛才也說了我覺得 足球精英學院的忠實 其實就是回饋與傳承 我希望我們今天能有這個能力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幫助我們的晚輩 讓他們能夠往更高處去走 那我覺得這樣子我們其實心裡就會很開心 對 謝謝